敲定陈梦亮相新岗位太惊喜 六万奖金到手 刘诗文牺牲太大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球聊球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乒乓球 陈梦,中国国拼当下最好的球员之一 相比王蔓逸孙尹莎的年少成名 已经27岁的陈梦算得上是后继薄花 或许因为长久的压力 在26岁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金之后 陈梦才仰天长笑地喊出 我的时代终于来了的话 13岁进入国家队 陈梦已经在中国国拼打兵了14年 他也从昔日备受期待的小花 成为了身经百战的老将 而在拿到成都市拼赛的冠金 收获生涯的第九个冠金头学的时候 陈梦也是迎来了另一份惊喜 那么是什么呢 众所皆知 在丁林退役后 中国国拼理队的队长位置一直空切 理队的工作也一直都是由副队长 刘诗文在负责 显然队长的位置不可能一直空切 而刘诗文和陈梦也是队长位置的最有力竞争的两个球年 刘国良会把带领女队的任务交给谁呢 按照以往的规矩 刘诗文接任队长的可能性更大 可是因为丁林和刘诗文的年龄相仿 丁林退役后 刘诗文也是处于半退役的状态 这也让这个位置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空缺 陈梦也因此成为了有力的竞争者 而在成都市拼赛之后 谁是你排队长的答案终于出炉了 在中国拼鞋的官网上 在球员谈到市拼赛的时候 陈梦的身份介绍是中国女拼队长 这也意味着陈梦已经正式上任的新岗位 他超车了刘诗文成为了领队的队长 上任领队的队长 陈梦身上的重担将更重 他需要带领你对交出更好的成绩 虽然责任重大 但是陈梦也是收获满满 比如说陈梦即将参加的澳门冠金赛的奖金 继续 本次澳门冠金赛奖金丰富 只要参加比赛就能拿到8500美元 折合人民币6万左右 而且最终冠金的奖金来到了25000美元 折合人民币18万左右 相比陈梦这边的收获满满 副队长的刘诗文这边真的是牺牲太大 在丁林退役后 刘诗文一直承担着拟拼老大姐的角色 带领着拟拼小将们纪念和比赛 甚至为了给年轻球员腾出机会 刘诗文还放弃了多个比赛 这也让刘诗文的世界排名直线下降 无缘世界杯年度总结赛 如今新队长的人选出炉 刘诗文不仅无缘理拼的队长 还因为无缘两大赛 在经济上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不得不说 为了国拼刘诗文的牺牲很大 这样的小早也是值得我们点赞和致敬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